《蒙斯》位于比利时西南部 是著名的文化历史名城 这座面积仅有150平方公里 人口不足十万的小城 却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命名的 四个世界文化遗产的所在地 2015年蒙斯当选为欧洲文化之都 使得这座中世纪的小城 焕发出现代的气息 作为2015年的欧洲文化之都 蒙斯将连续举办300多场演出 展览等大型系列文化活动 作为文化活动的一部分 在卡切尔森林矿博物馆举办的 名为林祥雄的艺术世界的画展 格外引人注目 这也是我一生中第一次到欧洲展览 而且我一生中开过很多画展 也是最长的一次展出 三个月周期 这个项目能够被纳入2015年蒙斯文化之都 是很高的荣幸 是一个整个欧盟的文化组织 因此我想通过这次的展览 展出一个东方的艺术家的情怀 我记得假设能够产生反应 那我是最高的欣慰 欧盟委员会每年都会选出两座欧洲城市 作为年度欧洲文化之都 成功入选的城市将在一年的时间里 展示本市或本地区具有象征性的文化遗产 以及在文化领域中所取得的创新成果 以此推动欧洲国家和人民之间的交流和了解 那么一个西方的文化艺术活动 为何会邀请一个东方艺术家呢 我们希望通过其他许多了 乘中间的客户的文化 在文化中间和西方的文化 ,中间的文化、我们的文化 贸易集团的文化 有什么看法 分析叫文化 across左眺术家的文化 非常在大学院的文化 我们组织的变化 所以我认为这是一刻的质量 而这些作品有点影响 因为这并不是很美 但背后这些画面有信息 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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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悲惨 所以这完全是我们的信息 我们是一个信息 林祥雄举办的此次画展得到了比利时各方的欢迎 画展的举办地点是在卡切尔森林矿博物馆 从策划和布展都得到了馆方的大力支持 鼓展的专门是逼迹所冠的您的殿权 他肯定是不同的地方 我认为了他很清楚 是一场地的瘾瘾瘾瘾的痛苦 就是这个事务的专业 他完全进入了我们的事务 我们希望予到尽量的活动 更加载道,尽量的宽子 要发展在同时的联业 没有这个关系 对对洋国和洋国 卡切尔森林矿区 曾是比利时瓦农区的四大煤矿之一 如今已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1956年8月8日 卡切尔森林矿区 发生了严重的矿难 来自12个国家的262名煤矿工人 在事故中失去了生命 2002年 卡切尔森林矿开始重建 并对公众开放 成为了纪念当年矿难的博物馆和旅游景点 2014年 林祥雄为这座博物馆 创作了绘画作品 《太阳再有升起》 表现了他对卡切尔森林矿历史的准确认识 和对人类关怀的思考 这部作品要表现对人们的激励 同时也歌颂在一个民主的国家里面 怎么重视公有的生命安全 吸引这个意外的教训 然后我就想 以他象征了两个铁塔 因为当年就在铁塔 深入地底一千米挖煤 所以两个铁塔是他的象征意义 那么我当然就认为说 抓住了个铁塔 他的象征意义 用凌晨的气氛 太阳刚刚升起来了 第一方面 是激励人们 万经的历史 从今新的生命又开始了 昨天通过漫长的黑夜 我们又迎接了署名的到来 2015年5月29日 卡切尔森林矿博物馆 为此次画展举办了盛大的开幕仪式 和记者发布会 此次画展分为 弱势族群 话说南洋 诅咒战争 大地之美 和人祸肆虐五个板块 共展出了林祥雄创作的28幅作品 先是社会发生的问题 都是我想要表达 描述的对象跟画面 而且这次把它分成五个主题 主要说明我是南洋 当然我要表现南洋的一些景象 人民的生活等等 南洋风格 那么弱势也是南洋的一部分 因为在一个社会里面 总是不平等的 为什么表现呢 无非要给人家知道 你吃得饱穿得软 还有很多人还在生活陷害 挣扎求存 我从小到现在 都是比较喜欢思考 包括写的文章 画的画 这是我的风格 也是我生命的一部分 所以今天带来这些反战 反乌兰 也是想告诉西方社会 西方观众 怎么去看待东方知识分子 怎么去了解东方艺术家的人类情怀 林祥雅雅的绘画风格属于南洋画牌 南洋画牌是东南亚画家们用鲜艳的颜色和结合了东方的绘画技巧 用画笔描写出独特东南亚热带风情的绘画风格 在林祥雅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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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古古 青森 杆朗跟文化吸收底下 我变成 似乎是一个新的人类 想的太多 做的太多 作为南洋画派的代表人物之一 林祥雄已经创作了1200多幅 表现南洋底层人民生活 和反战题材为主的彩末画 从上世纪70年代到现在 林祥雄在新加坡 东南亚各国和中国 多次举办画展 林祥雄用毛笔和宣纸创作的绘画作品 就连极为挑剔的西方艺术评论家 也表示了高度赞赏 林祥雄用毛笔和宣纸创作品 也表示了 就是这个恶意的表情, 的描述一些行动, 在西方的行动, 但是在西方的行动。 这个行动, 在中国的浏览力, 在西方的想法, 在西方的思想, 对了一个现代的世界。 其实是这个。 对于已经70岁的林祥雄来说 这次画展最重要的核心理念 就是表现东西方的融合 1968年林祥雄毕业于新加坡美专 之后跟随南洋画派创始人刘炕学习绘画 1971年奔赴巴黎深藻 开始把西方绘画技巧运用到自己的彩末画上 这40多年我一直在寻找 一个中西化融合 以创新的方式来表现我的艺术理念 单成我的思想跟文化的一个载体 几十年过来 我相对的比较关心时代的演变 关怀社会的变迁 关切人类的生存 这些都是我的思想主题 东方的绘画主要是讲求毛笔和宣纸的韵味 线条笔墨之间的浓淡轻疏的搭配 而西方绘画则讲究透视比例 构图和色彩 虽然东西方的文化与审美不同 但关于人性和爱的探讨 不论是在东方还是西方 都是亘古不变的主题 对于林祥雄来说 绘画不应该只局限于审美的愉悦 同时也应该向人们传递和平与团结的主题 林祥雄就是把自己深入的哲学思考 表现在绘画作品中 征服了西方艺术节 林祥雄是一个很细勇的 很细勇的 就是说这个称之后 当人不懂的一画的画作品 和当人进入,我讲一句话 是非常宁美的 非常一张画作品 我认为我认为是一个大作品 是 人家有一个观看 有一个东西 有意义的东西 也是有意义的这条线 油的东西 有其他品牌 我认为 在所有品牌 之中 这一方面 我们现在 在很多国家 我离开法国是1973年 算起来42年了 今天能够在比利时来做这个展览 它的意义是很深长的 我觉得做一个东方知识分子 能够几十年的探索思考磨练 把东西方的艺术的元素融合 完美的结合在一起 形成了创新的作品 乍看起来是油画西方的构图 可是作品里面的思想内容 是充满着东方的文化符号 我希望我这个符号 通过我的画面的载体 能够给西方朋友们来了解 东方的知识分子 东方的艺术家 他的责任是什么 他要做什么事 这是我记忆后望 三百多年来 西方无论是在文化还是艺术 都存在着对东方的隔膜 这次画展的举办是一次契机 打破了长久以来 以西方意识为主体的欧洲中心主义 对于林祥雄来说 这次画展既是一次中西方文化融合的探索 也是一次艺术的起点 他要用自己的绘画作品 为东西方的文化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